再來關心的是廉價期間梳花公路的運能情形 梳花路郎廉價第一天車流量就超過了複合 達到兩萬五千多輛 公路總局表示說 預估3號前天的交通量會達到一萬兩千五百輛 建議用路人要避開尖峰時段 下午2點到晚上7點 在車流趨緩之後再行駛梳花路郎 以避開嚴重的擁舍情形 清明連續假期 許多民眾為了返鄉掃墓 以及到東部旅遊 選擇以開車的方式行走舒嬅路郎 公路總局第四養護工程處呼籲用路人 後續售價北上 避開車多擁塞時段 4月3號的全日交通量 預估將達到一萬兩千五百輛 車多擁塞時段為下午2點至晚上7點 那新城分局提醒用路人 除了出發前可收聽警察廣播電台外 也可以下載公路總局幸福公路APP 了解及時路況 避開尖峰時段 也呼籲用路人由於今日天候不佳 各地有降雨的情形 請民眾行車時適量的增加行車安全距離 並隨時注意車前狀況 以為你我及其他用路人行車安全 最後也提醒用路人 行車前詳加確認車況再上路 連續假期難來北往 切勿疲勞駕駛 如果趕到精神不濟 建議適當的住所 稍作休息或是替換駕駛 記者林傑 修林鄉 採訪報導